多謝主席 過去經常有人批評香港讀書就是一試定生死 學校每天都是催谷 學生每天就要補習 父母每天都是期盼他們將自己的子女能夠送入大學 就算第一次考試考不到入大學也好 他們都會考慮重讀 或者是先讀副學士、高級文憑 再希望能涵接到上大學的學位 不論是路途有多麽曲折 都是希望得到大學資格認可的光環 對已經走進去社會的成年人來說 我們當然是知道大學是否入到大學與否 絕對不是成功的指標 但對於年輕人來說 基於長輩的教誨、社會氛圍的影響 可能真的覺得入不到大學就好像少了些發展的機會 以及會覺得甚至乎是低人一等的 所以他們很無奈地走在別人為他們自己定下的路上走 我個人覺得這個情況和香港缺乏傳統術科以外的出路很有關係 放眼其他地區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很多傳統學術以外的可能性 例如鄰近的日本 他們設有漫畫專業大學 專門培訓漫畫、插畫、動畫、製作等等 吸引到很多人才和年輕的學生 希望可以入行 所以他們會選擇進修這些內容 在學院的升學 而比如像韓國一樣 他們也有專業的大學 提供美容化妝專業 他們學到的是甚麼 不是這樣說是怎樣扮靚 他們學到的是美容的營養學 美容的色彩學、皮膚學 甚至市場學和營銷學 也有一些近年新興的香薰、蠟燭、繁簡手作的專業課程 為有興趣發展相關事業的人 是提供專業的認證 我想說我自己也考了 但是在香港就很難讀到這些專業課程 反觀在香港上述我所說的種種 都被視為是興趣 是次等的科目 難以和專業扯上關係 我們也看到很多類似的情況 我們很多學生可能很希望自己的興趣 自己的專長是可以發展的 甚至乎希望在學業上去取得平衡 舉個例子 我們看到香港很多的運動員、運動代表 都是透過學生運動員計劃入到大學 不過因為在香港和體育相關的學科其實真的很有限 他們想讀的科目其實只有很少選擇 有不少運動員可能可以選擇 其他非直接和他們運動發展有關的科目 繼續升學 就算他們可以用兼讀制的形式上課 仍然是要在體育訓練和他們不相關的學術科目上面 作出一個平衡和取捨 我並不是反對運動員去發展一些和他們的學術 或者他們的體育發展無關的學科 但假如這一個是他們自己的個人決定 其實都無可厚非 但重點就是他們根本的選擇真的很有限 因為我們香港沒有什麼科目和他們的專業或專長有關 每個人其實根本都有不同的才能 學術的能力我覺得只是其中之一 用完統一的標準平衡 將學生通通推去傳統學術的大學 又是否符合今日社會的需要呢? 本港經常被批評為產業單一 事實上有人才才會有產業 教育制度不能夠培訓人才 產業自然難有發展 人才也會持續流向外地 形成了惡性循環 香港年輕人缺乏的 正正就是這個傳統大學以外的升學階梯 就像芬蘭、德國那樣 他們的傳統學術教育之外 另有職業專科 或者叫做應用型學科的升學途徑 不單是大專訓練 而是由中學開始 已經有相關的職業專科教育 令到他們學生 即使並非在學術科目上 拿到很好的成績 亦都能夠在自己的專長 自己有興趣的職業專科上面 一步一步成為專業人士 教育制度應該是要幫年輕人 發揮自身的才能 做到行行出狀元 香港的產業才能夠邁向多元的發展 其實本港現在已經有 是多間的大專和自資專上院校 提供職專的課程 當個可以考慮整合這些課程內容 涵蓋更多的培訓 中期來說 可以考慮資助部分的自資院校 專研為職業專科大學 真正做到職學相軌制 給年輕人找到多元升學的發展出路 本人僅持發言 光玉歡迎 在習近平 教育中